杨阳这一次彻底的翻车了 被网友们嘲笑为丑男候选人 也有人将他误认为是王一博 去年9月23日 杨阳在微博上发了一组时尚杂志的照片 却没有得到大部分网友的认可 反而觉得槽点满满 也有人说他非主流 评论最多的就是油腻 虽然他经常扮演霸道总裁 但好歹也是个帅哥 为什么会和非主流扯上关系 这是什么情况 9月23日 杨阳发布了一组时尚杂志的照片 杨阳的造型千奇百怪 有黑色的长袍 有帅气的西装 也有民国时期的绅士风度 从照片上来看 当事人似乎很有信心 但大部分网友评论最多的就是油腻两个子 尽管有关的创作团队声称 他们已经在不断地进行着 关于时间表达 素性等方面的讨论 最后展现出了这些照片 但大概是因为观众们的审美能力有限 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这种风格的照片 都说他不好看 总的来说 这一组的氛围和设计都不太符合杨阳的风格 太过滑而不实 其中一组是杨阳的黑色牛仔装 头上戴着黑色发带 一头蓝粉色的长发看起来有些非主流 老实说 杨阳的五官很精致 不适合这种街头嘻哈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就是 他的手还放进嘴里了 另外一组是杨阳穿着棕色风衣 右手放在嘴边遮住了嘴唇 那眼神分明就是在展示帅气 总之 这组照片不光有各种不同的风格 也有很多观众不喜欢的地方 还有就是杨阳的动作太过油腻 但最致命的是 他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 居然被人说成了王一博 这大概是他翻车翻的最厉害的一次了 这些另类的嘻哈风格 和王一博有几分相似 很酷 和杨阳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 王一博的粉丝们将这张照片当成了王一博 甚至还发到王一博的微博不断 唯独第八个造型被认可了 他一身白色的外套 里面是一件白色的衬衣 头发也不是很花哨 和杨阳平时的造型差不多 这一次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网友们纷纷表示 他们只看懂了第八组 第八组还行 其他的就看不懂了 也有人说 杨阳是被设计师坑了 又一次被时尚剧之门外 没错 杨阳在剧中和现实中都是那么的帅气 可是在这一期杂志上 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真的是被造型师给坑了 亦或是大众对时尚的审美与时尚全有距离 事实上 被坑的明星并不只有杨阳一个 曾顺兮算是比较有代表性了 他因为出演一天屠龙记和燕窥西窗月等电视剧有一定的知名度 印象中 他是个阳光帅气的男人 但在精品购物指南杂志上 他的形象还是让人大跌眼镜 好几件色彩鲜艳的衣服 有天蓝色的 也有绿色的 完全90年代的感觉 如果说时尚是一个循环的话 曾顺兮的造型师就做到了 要说被坑了多少次的男神 那就一定是龚俊了 一席红色造型 刷新了无数人对古装帅哥的认知 除了古装之外 龚俊的现代装扮也很不错 不过他早年在一本杂志上的造型 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蜡黄的皮肤搭配油头 刘海 胡须 让粉丝们都直呼吓透 甚至还有人说像三毛的感觉 不过这样的龚俊和平时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甚至连肖战都被坑过 肖战的名气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现在的肖战 已经有了自己的造型师 每次出现都能让人惊艳 他都很会打扮 但早前费加罗杂志给他拍的海报 就一言难尽了 一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 竟然被造型师塑造一个沙玛特发型 戴着眼镜 一举一动都让人出神 事实证明 从人间理想到人间幻灭 只需要一个造型师 而对于男生来说 早秋的服饰穿搭也是多种多样的 可是男生们总是担心搭配不当的话 会让自己看起来太过邋遢油腻 就拿你是我的荣耀来说 航天设计师和单红女星之间的感情 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不会有傻白甜的情节 两个人互相了解这是一种让人极度的爱情 回过来看不管是从孵化到后期的制作水平都很高 加上洋洋和迪律热巴的颜值 怎么都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而且洋洋的长相和气质都非常的出众 人气也非常的高 在剧中的穿着也非常得体 将她的英俊衬托得淋漓尽致 而她的容貌和气质更是无可挑剔 不管是现代的衣服还是古代的衣服 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贵 就拿洋洋的新剧《且是天下》来说 讲述的是兰西少爷和白丰西一起去游历世界 而在预告片中不少网友都说洋洋的造型简直太鲜了 光是这几张出色的照片就让所有人充满了期待 其实洋洋的休闲穿搭也挺好看的 穿着一身休闲装看起来很有质感 又很酷又很可爱 洋洋的这一身打扮和杂志上的那些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同时牛仔套装简洁而又成熟 更添一种宁味的气息 不只是这一套 洋洋接下来的几件衣服也都很好看 黑色的T恤搭配白色的裤子 这是男生们最好的选择 颜色很少 如果要展现出男人的成熟和稳重 就会有局限 在搭配方面 可以选用黑白对比强烈的颜色 比如上半身是白色 下半身是黑色 这样整体的风格就会显得成熟稳重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黑色 而你的下半身是白色的 那么这个搭配就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西装在秋天是很常见的 男生喜欢西装 不管是在办公室里 还是在平时的搭配中 都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如果男生们穿着西装的时候 总是会显得很正式 很有距离 所以今天小编就来教你们一些小技巧 让西装变得更随意 在服装的布料上 可以选择雪仿衫 因为雪仿衫的质地很轻很轻 可以让西装看起来很轻盈 也很随意 但是却保留了西装的立体剪裁 凸显了男人的阳刚和英俊 两者的搭配 简直是天衣无缝 衬衫马甲加白色T恤式男生穿马甲 最能体现男人阳刚的感觉 马甲的线条感和西装一样 都能让男人的伤身变得更宽 让男人看起来更有魅力 牛仔外套也是一种时髦的款式 适合日常的穿着 牛仔的衣服在时尚圈中永远不会过时 牛仔外套也是一种流行的时尚 适合上了年纪的男人 穿上牛仔的衣服会更显年轻 大家在挑选牛仔服装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件牛仔上衣和一条牛仔短裤 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搭配 而这种搭配对于男性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在裤子的选择上 可以选择一条宽腿裤 这样可以凸显出男性的性格和修长的双腿 这样的设计可以很好的遮住腿型的男性 比起紧身裤更加的百搭 最后小编要说的是 这款裤子的造型并不难看出 时尚界的设计师们都喜欢另辟蹊径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潮流 而有的人则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时尚 或许我们这些普通人 永远都无法理解这种潮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们下次见面